哈喽伙伴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台中大型的MPV 就是我身边这台一帧L380 那么讲到一帧这个品牌呢 我相信大家呢多多少少会对这个品牌有点不熟悉 有点不了解 那么大家可以看它的车标 应该就可以想象得到它是一个英伦的品牌 为什么这么讲呢 首先呢就是带有一点刘海的巨马 还有一对比较大的翅膀 看上去就是这种英伦范儿满满 那么到后来呢一帧是被吉利所收购 所以说呢这台车呢就是流淌着一定的英伦血液的这么一台中大型MPV 售价呢是349,900到449,900 外观部分啊大家可能猛的一看上去 跟我们平常所见到的MPV不太一样 为什么这么讲 它的车头真的是非常短啊 我给大家比划一下 可能也就这么短 那么这个好处呢就是带来了一个比较宽敞的车内空间 因为它的车长呢已经超过了5米3 轴距呢也达到了3米18 宽度呢也达到了将近2米 车高呢更是达到了1米92 这在中大型MPV里面也算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哥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车头贯穿式的一个车灯设计 然后整体看上去比较圆润饱满 它的整个侧面呢我给大家站过来比划一下 真的也非常夸张啊 对吧高度非常高 我们来到车尾部分啊 从视觉效果上面看上去呢跟车头形成了一点点反差 它的车灯呢是这种熏飞式的贯穿式的处理 里面内部细节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货币箱容积足足有1100升 可以放下9个27寸的行李箱 太夸张了 1100升的货币箱容积呢 并不是牺牲了我们乘坐的舒适度跟空间 你看它的即使是第三排的座椅 在其他事情上面放上去也是妥妥的航空座椅 所以说一帧L380的空间真的是很夸张 当咱们要放比较多的行李的时候啊 可以一键把第三排的座椅直接往前吹 这样呢我们就能带来一个更大的容积了 我们坐进内饰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空间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车的宽度达到了将近两米 所以说即使我是作为L380的一个司机来说的话 你其实也能得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体验 然后它整个中控呢 这种颜色搭配也好 还是整个中控的设计也好 我感觉作为一台比较豪华的中大型MPV 还是不错的 中控屏幕呢是15.6英寸 车机的芯片呢是两颗融音一号的芯片 车机流畅度也还不错 包括它上面能调节的东西也非常多 并且它的语音控制呢 时间长短也可以设置 最高可以60秒 不简单的你给它提要求 它都可以去满足你 包括整个车内六个座位都可以唤醒它 然后来调节你想调节的东西 包括它这个顶棚也是这种斑毛皮的材质 整体的一个氛围感高级感豪华感 都营造的相当不错 好了我们坐进第二排啊 因为这个车呢它的一个短车头的设计 所以说带来的实际的车内空间表现 足足有3米97那么长 所以说无论我坐在第二排也好 或者坐在第三排也好 都能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舒适度 它的这两个座椅呢 不论是承托性也好 包袱性也好 还是这种功能性也好 我感觉都是比较不错的 包括它的这个座椅上面呢 也有两块液晶显示屏 可以调节我们的座椅按摩 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前面呢也有这个12.8英寸的显示屏 上面也有很多模式可以选择 比如说会议模式 商务修行模式 影运模式 驻车书想模式 这样呢你坐在第二排呢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陆地头等舱的体验 通常意义下我们的MPV车型啊 坐在第三排基本上就是很急促 哪怕做小孩其实都挺难受的 但是L380的第三排空间 感觉跟咱们平常所见到的MPV的第二排空间 都相差不大了 在L380上面就基本上没有这种等级划分了 你坐在每一个座椅上都非常舒服 第三排的一个便捷性也是不错的 这边呢有USB的接口 这边可以放水杯架 包括如果我们想要上下车的话 它的第二排座椅后方 还有一个快捷按键 一键就可以把这个第二排座椅往前归位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进行上下车了 不会叫380啊 跟通客380没什么区别 现在已经把这台一针L380开起来了 吹嘘再多的一个静态舒适表现呢 我觉得它并不是完全的舒适 咱们开起来看它动态的舒适表现如何 我觉得这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点 那么对于这台L380来讲 它的主驾驶位 其实我觉得舒适度也是非常够的 无论是从它的视野也好 还是整个驾驶位的一个坐姿也好 我感觉都坐得比较不错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有待改进 就是它A住这个地方虽然做了一个三角窗的处理 但是呢它的一个视野从这个方向看上去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影响的 但是呢这个问题可以规避掉 有一个AR的增强抬头显示系统 第三的L380尺寸方面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再来讲讲它的一个底盘表现 这台车的一个底盘呢是CDC加空拳 那么整体的一个感受呢给我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感觉跟开船一样 就是你过那种比较大的坎儿或者颠簸路段的时候 它会忽悠忽悠忽悠的 它在这个基础上呢还保留了一点点这种韧性 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的一个印象给我是非常深的 那这台车的驾驶模式有很多种啊 舒适 运动 经济 学地 还有个性化 然后在我所体验下来 我觉得舒适模式下的一个加速体力感 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然后运动模式下的一个底盘感觉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它有那么一点点船的那种感觉忽悠忽悠的感觉 但是呢也保留了底盘上面的一种韧劲 所以说在这两个模式下 如果能稍微中和一点 那就会更好了 我们坐到第二排的老板座位上面 感受一下它的一个动态表现啊 首先坐在这呢 我感觉它的角度非常合适 你看它前面还有一个这个小盖板 刚好呢我的脚可以放在这那边 它是有一定角度的 所以说这点我觉得细节做得非常到位啊 整体的一个二排动态表现呢 我觉得非常不错 怎么说呢 就是无论你是转弯也好 又或者过一些颠簸路段也好 因为它的轴距比较长嘛 所以说呢我坐在这个车的正中间 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颠簸路段 对这台车的一个影响 其实在第二排感受下来 并没有那么的多 第二排的这个航空座椅啊 无论它的乘托也好 包袱也好 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 然后你再打开它的一个座椅按摩 真的是非常享受啊 第三排的感受啊 因为它的整个座椅湿度非常高 第三排的一个空间表现也非常好 整个表现下来呢 我甚至觉得L380的第三排的表现 跟其他的传统车企上面的二排表现 真的是有的一拼 这点真的是出乎我意料啊 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 就是这台车呢 它的一个悬挂表现是偏软的 所以说在我们如果要急加速的情况下 刹车的时候啊 前后这种动作感还是有的 不过并不会带来特别不舒服的一个表现 好了 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台一针L380 那么作为一台中大型的MPV呢 它的车内空间是毋庸置疑的 它的这个六座版本呢 可以保证我们每一位乘客 都能够享受到非常高的一个舒适度 还有空间上面的一个要求 并且冰箱彩电大沙发 它是通通都给到你了 它有两种动力模式 前电机的前驱 还有前后双电机的四驱 加速能力呢 有8.9秒 还有一个是5.5秒 那么这样的一个加速能力 对一台追求舒适性的中大型MPV来讲 我觉得是完完全全够用的 然后再来讲讲它的一个续航表现啊 它的续航表现呢 是570公里到805公里之间 然后呢 电池有100度 116度跟140度 但是呢 对于这么一台 六座车重超过三吨的中大型MPV来讲 它的一个续航里程表现 是稍微有点那么差强人意了 不过说回来啊 人玩人 车玩车 既要又要 还要的那么一台车呢 那简直是少之又少 然后再来结合它的一个售价 三十四万九千九到四十四万九千九的一个架构区间 比小鹏的X9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又比理想的Mega稍微又低了那么一点点 还有一个竞争力非常强劲的对手啊 就是极客的009 那么对于这台车呢 它的一个辅助驾驶方面 虽然没有其他车型表现的那么的出彩 但是呢 它对于我们日常行程来说 日常驾驶来说呢 也能够减缓我们一定的疲劳 并且啊 它也是配备了自动泊车跟遥控泊车 对于这么一台车长超过五米三 车宽呢 以将近两米的中大型MPV来讲 这两点配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最后啊 如果大家的需求呢 是商务出行 还有这个家庭用车的话 在这四款车型里面 你会如何选择呢